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战元最早是怀军议员 因为有幸参加那袁世凯的小战练兵 从此飞黄腾达 一路做到二品大员 辛亥革命爆发后 因为王战元打仗很机灵 立下不少战功 就被升为陆军上将 同时还是湖北多军 于是成为一方大员的王战元 就开始巧取豪夺 当时湖北地区民怨极大 王战元的幕僚都看不下去了 就劝王战元适当收手 王战元也怕自己找台 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经常帮助那些穷亲戚 并宣称自己是个重感情的人 很快 汉口地区就出现了很多带春字号的招牌 各行各业什么店都有 其实这些店都属于来投靠王战元的亲戚 对外王战元说 自己给大家发本金做生意 赚了算大家的 赔了算他的 但春字号的招牌都打出去了 王战元在都军府和各地富商那里 做生意的机会就更多 赚了不必原来手 更重要的是 这些为脸才所做的粉饰非常管用 这样一来王战元的名声也变好了 展开全文 后来因为军阀斗争 王战元被迫下野就住在天津 一般的下野军阀就待在自己家里享受前半生所得 但王战元不一样 他很少在家待着 没事就在天津各个街道转流 人送外号天津马路寻月时 因为王战元戴着刮皮帽 腰上挂一大串钥匙 不知内情的人 还以为是王战元落魄了 干着房屋保管员之类的差事 但事实恰恰相反 这些房子都是王战元自己的 原来早在军阀时期 王战元就很有经济头脑 收敛来的财富 大多都用来投资固定资产 所以在他下野之后 他仅仅是在天津置办的房产 就多达三千多间 王战元没事就在马路上转流 无谓别的 就是 在挨家挨户收租呢 不过因为房子太多 王战元每天赴钱的日子也不轻松 假如他的三千间房子全部出租 我们按月租算 平均明天就要跑一百家 抛去和住客扯皮的时间 就算王战元每家逗留三分钟 再加上走到下一户的时间 一天怎么也得花上十小时在收租上 那王战元的生活 真的就只剩下收钱了 其他乐趣有钱也没时间享受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两千多 gives